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宫穴不足 凌晨3-5点正是器官排毒的黄金期 若此时间段总是醒来十有八九是血流不畅 也有可能是肺部宫穴不足 当心脏宫穴不足时会向大脑发射出缺血缺氧信号 进而兴奋大脑中枢神经 刺激心脏加强宫穴 使得人们凌晨醒来 2. 内分泌发生紊乱 内分泌紊乱可导致内脏器官运行异常 晚上休息时体内的褪黑激素分泌扮演着重要角色 褪黑素分泌水平太低 可缩短睡眠时间 从而导致早醒 因此总是凌晨3点到4点醒来 需调理内分泌 学会释放压力 保持全身心放松 不能过度焦躁或抑郁 3. 情绪异常激动 一半以上的抑郁症患者因为失眠而困扰 尤其是夜深人静时思维变得异常紊乱 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而不同的释放 从而使得他们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若总是睡不着或早早醒来 同时伴有心情低落 对周围的人和事不感兴趣 尽量使寻求心理医生疏导 4. 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分为多种类型 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半夜一惊醒或早醒 一整晚都在做梦 睡眠质量极差 早晨醒来后没有任何精神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居然是 глав项目的